与龙王这样霸气的称号不同 张军龙的身材并不出彩 一身的肥肉看起来并没有很能打 不过人不可貌相 在中国重量级的第一人无疑是中国龙王张军龙 他的成绩成为了传奇 13岁就获得了省级冠军 在20岁开始走上了巅峰之路 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 获得91公斤级以上全级冠军 后来成功地参加了世界职业拳击金腰带争霸赛 还轻松地打败了各国的选手 张军龙外战的成绩也非常好 尤其是当年与日本拳王藤本金太郎的比赛 让人大呼痛快 比赛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过多叙述的 结束得实在太快 结果却又实在太精彩 中国龙王张军龙迎战日本拳王藤本金太郎 双方的比赛在一开始就备受期待 在裁判事宜比赛开始后 张军龙没等藤本金太郎摆好架势 上去就是一技重拳 根本没给藤本金太郎机会 这拳太重了 真的太重了 藤本金太郎下意识的抵挡 完全不起任何作用